我天啊 他怎么来了 说完好拍到我给你儿子拍一个节目的节目中 诶 赶紧给我删啦 你给我删啦 快点 诶 上次就是你跑了 这次你想删可以 那得表示表示吧 没有什么可好啊 说吧 想吃什么 这起码是大肘子吧 两个起呢 这人呢 我们在他家他不去跑了吧 哎呦 不会跑的 不得买食材啊 你看好了啊 两个大肘子 一个脆皮 一个卤 我够意思了吧 腿帮还给你烧一下 冲洗干净啊 两个一起焯个水仙 肘子太大了 只能用我这一口刷不出来的锅了 这卤的得先炒个糖色 我跟你说啊 肘子一人一个卤法 我这配方 可是简单和美味定存的 我说你还想不想吃了 我想吃了 就是两个个点少 这一个能吃完我都服你了 现在搞脆皮的 撒这些卤料煮出颜色 再把这肘子炖煮一个小时 捞出来给它们全身充满洞洞 这个可是爆皮的关键 然后扔到空气炸锅 这等待的时间 我还能给你们再搞几个菜 还有我拿手的森手柠檬虾 这有点酥啊姐 真很酥 卤的跟脆皮差不多同时好了 看看这橙色 不就说吧 我卤这的不是盖的 最后再浇个汁 就可以准备开饭了 可以吗 你说什么了 好香了 来正好吃饭了 我再看看脆皮肘子 哇贝 这个更绝 之前烤箱都没烤出这均匀的脆皮 简直太成功了 来等等啊 我得先改个刀 哇贝 听着声音太治愈了 好了好了吃饭 想跟我想吃的 接下来我一想 好 怎么样 神热吧 嗯 不嫌弃 自家人嫌弃什么 哎呦 别在这里了 我咬过了你还裸脚 杀 这根本这么小块 我人不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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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这个明明该是我的 姐你们暂时不搬家吧 不搬啊 那什么 现在这顿饭中 欢迎你的新铃鱼的第一天 欢迎你的新铃鱼的第一天 在家吃铁板上是怎样的体验 在家吃铁板上是怎样的体验 不搬家吃铁板上是怎样的体验 在家吃铁板上是怎样的体验 在家吃铁板上是怎样的体验 你爸呢 我跟你说 你今天要干处理喝酒 我推你打折 他们都等着我呢 我今天必须去 哎呀爸爸你别去 哎 爸爸你不是送外卖了 哎呀这不是想到你快过生日了吗 我想挣点外卖送你个礼物 你你这么有心的吗 来来钱拿着 今晚叫他们来家喝 我安排 杀 怎么样快出去吃我跟你说 他重金买了贴半笼子 今天让你在家体验夜市的感觉 铁板烧鱿鱿鱼可你不能少 今天买的老大哥了 放点葱姜料酒腌一下 蒸点豆腿味 没问题 他这气氛够了不 那我先烤一波串串吧 第一次用这个铁板烤串 真有小吃铁的味儿啊 天呐 这铁板的效率 出菜也太快了吧 像不像大菜道 哇 来来来 感觉真比炭火烤的好吃啊 今天是你们最期待的大鱿鱼 这烟花式的 怪不得小吃铁鱼出菜那么快 这铁板真是好熟啊 哇 我觉得要穿这么多地银鱼了 完美复刻 来来来接着接着 太过瘾了 嗯 要不再来点鲍鱼吧 安排 鲍鱼的拉 逼书 这不一排还挺壮观 这个就一把圈摁到横楼里站一下吧 来接着 兄弟们 这个机会难得 这我必须得自留一串 吃个鲍鱼 那个草坊里面我想加这龙虾不过分吧 可以可以 不过分不过分 其实这季节 龙虾这没小龙虾好吃 但今天这场合我就让你抖 拉米屋没个钻戒 恐怕就过不了关了 方便面直接在铁板箱也能炒出来 太绝了 这套最好恨的铁板方便面 来拿去 来来来来 我去太过瘾了 最后一盒烤箱太受尾巴 再给你们多加上红油 最后的蔬菜就好了啊 要方便面还可以 哎呀 哎对了 叶大厂给我买个什么呀 我买 买个教训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哇哇哇 快成功了 等等等等 快快快 太成功了 啊离远一点 看不清啊 我的妈呀 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多不容易 第十一只烤鸭的成功 那还得从古艾林爱吃烤鸭说起 北京烤鸭当然了 当时我就决定 必须做出饭店那种 当天就下班买了烤鸭炉 我以为买了炉子 那都不存在翻车了 然而 现实却是 被狠狠地打脸了 这时候我儿子说 你就放过鸭子吧 一个字绝 不 当我第八只失败后 我决定不能闭门造车了 于是我跑到这家黑正路餐厅来做 啊不 来请教 这个鸭子大概有多重的呀 这我虽然知道我烤不远烤黑 臭无塌陷 就大概问题了 品尝了他家的招牌 黑酥鹿烤鸭 那入口美妙的丰富口感后 瞬间被惊艳了 我就要做他 首先买鸭子 又跑了很多地方 终于买到了这种侧开烤的鸭子 必胜 也终于搞清楚了 传统烤鸭和酥不腻的区别 我之前的缝 塞 吹气也是传统做法 而酥不腻不需要 烫皮晾干后就直接上脆皮浆 这先调个淀粉糊 前面翻车都是刷的脆皮水 脆皮浆的步骤多一点 醋是需要大红折醋 跟麦芽糖一起煮开 再把淀粉糊浇进去 搅匀是这种粉粉的 挂浇了挂浇了 多浇几遍 大概量一个晚上再加个半天 骨子下面也不能放过 然后就把炉温升到200度 这玩意就跟烤箱似的 脾气不一样 不然我也不能烤黑了 所以通过不断的试错 我这最佳温度是 就控制在200度 胸厨偷偷看了一眼 应该很有希望 最后烤到90分钟的时候 天都可以了 快成功了 终于做成我想要的样子了 主要就是吃这个鸭皮 我得把这个皮都卸下来 切成小方块 现在真的超级开心 看这四则 总共也就切成这么多可用的 我还特意买了米糕 顶花带出的鲜黄瓜 纸体葱白 都切成一样大小 按顺喜叠加 其实这些配料 我早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待此时 重点是鱼子酱 这就是最后的成品了 这是历时一个月 第11只的椒 太不容易了 一口八十 鲜干没劲 太好吃了 快给烤炉师傅吃一个 好好好 我给你拿 妈 不做事 好好好 你妈妈真的好吃 妈 我觉得那天 你跟花花皮可以吃了 你吃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你那个蔬菜不新鲜 我得一大口去买的 怎么可能不新鲜 那我这儿的新鲜吗 山里啊 你找我妈开吃啊 能行吗 相信我 放心吧 来给妈妈一个机会 让你见识一下 秋名山车神 哎呀 往左 往左 杀 终于安静了 找合道了 诶 这谁选的这地方 小环境不货啊 你吃什么蔬菜啊 哎呀 我来点 怎么样 你看这排骨都烤黑了 这里直接上手吧 那以后做个好吃呢 这肉明显都柴了 哎 明明很香 有脆骨 叫脆骨部分感觉还不错 这青菜看着跟超市买的有啥区别 你蔬菜这儿能做成这样 我也不至于挑食了 行 回我天天给你做这个 你这点什么菜啊 生花不良式的呢 哦 虾呀 哇 这个头还挺大呀 这咖喱味多地道啊 太是咖喱的口感 还行吧 锅包茄子 一起茄子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 酸爽粉丝虾 我跟你说 这酥脚绝了 是吗 我尝尝 哇 这个锅肉吃 哇 它是怎么把熟脚做得 这么外省里诺的 你看 你也吃美了吧 那就当周末提前 带你们踏青了啊 哎 锅锅这么小 方便搭个车啊 方便 方便 哎呀 哎呀 方便 哎 回见啊 慢走 走吧 冰线呀 冰线不得从这看吗 冰线要看这个呀 你会开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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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糕 枣糕 驴打股 好吃地 老老是吧 啥 一笔没写 卖鞋糕是吧 嗯 我成全你 先搜刮一下 家里有坚果 很好我双十一层了不少 只需要再买点糖果 就可以看见了 切糕有两种 这样的五块 这样的一百块 看了这些原料 这价格也不贵嘛 那做了它倒是不难 砍进去三步 第一步 坚果溜的混合鲜 串口均匀 行不行 十斤呢 第二步 是熬糖 也就四样白糖 蜂蜜 重点是麦芽糖 最后是水 最后会匀了 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 铸成绵密的小泡泡 两指之间的拉丝 就熬好了 准备到了啊 哇 干净的翻拌 让每颗坚果都裹上糖 一二走你到个大容器里 再张油纸 用力压平 不然切开后散掉 放大后倒扣了 最后一步 也是最花龙点筋的 那我做的装饰 自然跟传统那个不一样 孩子们的喜好我最懂了 这上面可全是他们的美好 哇哦 我这彩虹切糕 能全死路边摊了吧 黄小琪 走 摆摊去 哦终于到了 来吧 看起来你的表演吧 你先让我尝尝好不好吃啊 哇 哇 贴糕 先尝一尝 嗯 干什么 切糕 切糕 买切糕咯 不要错过 你这好吃吗 你这个 我跟你说老好吃了 你再不买我就吃光了 你刚才喊的声太小了 你肯定没人买 你这样也给我一块 然后我帮你喊 真的 好吃吧 好吃 吃吃吃 啊 哈哈哈 我去糕吃 到这地方 你继续你快 so y you you you